二十年来万事同,中堂有两位诗人,有着二十多年的相似经历,一起重科举,一起升官,最后还一起因用争哲心而表观。 有趣的是,这对生死之交,性格却大不相同,已经介绍过他两种忧郁的柳宗园,这次该介绍豪放的刘雨昕了。 昔为赐雨之意,据说母亲以梦境大雨而怀孕生下他,大雨所赐之子,故名雨昔,做梦德子,故自梦德。 至于诗豪的称谓,这外侯有白居易所赐,彭称刘梦德,诗豪折眼。 这一豪字,着实精确地概括了刘雨昔的性格特点。 你想,永征革新失败后,郁郁寡欢的柳宗园,47岁就离世了,而刘雨昔居然能在夫妇沉沉中活出了71岁的高龄,不豪放那行。 诗如其人,刘雨昔的诗也自有一种旷达乐观,像当年,刘雨二人被贬十年后,曾短暂回过长安,却因刘雨昔的一首豪放诗,而要贬到更远的地方。 诗名为游玄都怪,前两句,紫墨红尘不免来,无人不道看花魂,把刹子烟红的繁花夸得好好的,后两句非得来个,游玄都怪里桃千树,尽是流浪去后灾。 叫本朝廷新贵吗?哼,不就是因为我被贬官了,你们才得逞被提拔,有机会做下这些桃花吗? 一下子就引火上身了。 哟,不服被贬是吧?那就让你贬得更远点。 这一次,又等了十四年,刘雨昔才终于回来了。 好家伙,她竟然又来了手,再有玄都怪,百姆中庭半世台,桃花静静菜花开,中桃道士归何处,前渡流浪,您又来。 嘿,当年的桃花如今都变菜花了,我可是又回来了,那些打击我的人,哈哈哈哈,你们哪去了? 这般百者不挠,所以能对着萧瑟秋间,高唱自古风修,悲逆聊,我言秋日胜春招。 年老体衰还坚信,陈州侧畔千帆过,并出前头万木春,也就不足为奇了吧。 所以,这一生的贬观岁月,她非但没有怨天尤人,反而还积极在各个点锁,学起了民谣离曲,融合到自己的诗歌里,就产生了竹之词,杨柳词,浪桃沙等七七自然的独家风味。 最经典的竹之词,杨柳欣星星江水平,文郎江上踏歌声,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情,却又行。 后两句,巧妙学习民歌,善用谐音的特点。 表面上说,东边出大阳,西边下雨的,这天空到底是停还是不行呀? 其实呢,是替女孩子问岸上的男儿郎一句,你到底是对我养的情谊,还是没有情谊呢? 真是小欣欣的,好含戏呀。 而刘雨昕最受人称道的,还是她多年在贬观图中,每逢名胜古记,而写下的永史怀古之作了。 我一向的,旧时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,向着燕子飞进的方向看去, 上级一时的红线豪门,如今不也成普通人家了吗? 石头城,山围故国周遭在,淘打空城季末围。 尽管群山依旧围绕着废弃的故都,也不能掩饰潮水拍打的是季末的空城。 既然盛衰无成,又何必那么计较成败得失呢? 果然,无论对现实,还是对历史,有些都是这般通达乐观,真不愧为施豪呀。 接下来就是施豪明天的展示时间了。 行动不如行动,赶紧行动抢金币吧!